Honda Taiwan 将于10月初正式发表新一代国产Fit车系 而U-Car 也抢先取得了新一代Fit车系的预计单价格 并有三种车型选择 分别为VTi 63.9万 VTi S 66.9万 与S 69.9万元 Honda Taiwan 于9月12日起 现正进行新车预购活动 新一代国产Fit将统一搭载一具 1.5升单突轮轴 IVTEC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与现行国产City相同的 G-Design Shift Logic CVT 无段式自排变速箱 可输出120匹最大马力与14.8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Infinity Q50正式在台上市 提供2.0T豪华版售价为168万元 2.0T旗舰版 199万元 Q50 S Hybrid豪华与旗舰版 分别为225万元和255万元 与预接单价相同 Q50在车室内仍维持Infinity一贯的高质感细腻铺陈 并配置Infinity InTouch双萤幕主控台 上层萤幕为原厂中文卫星导航系统 下层则是多媒体资讯娱乐系统 与车辆设定的多点式出控萤幕 Q50 S Hybrid的纵效马力达到364匹的水准 最大扭力则为56公斤米 Q50 2.0T则有211匹的最大马力 最大扭力为35.7公斤米 本次小改款Mini Countryman 共导入5款车型 总代理范德汽车也同步推出 低投款19.9万元的促销方案 日前有U-Car网友直集了两张毫无伪装的KIA Soul 与Picanto 在U-Car 编辑部向总代理台湾Sena Mechia求证下 证实为总代理的测试车款 总代理表示新车上市时间预计将会落在10月底 国产车款则会优先上市 另外也有网友在讨论区发表了两张新一代Mondell的伪装车照 在U-Car向福特六合询问后 证实就是其导入的新一代Mondell 据消息指出 新一代Mondell将一改过去的国产身份 改以进口方式进入台湾 并将在2014年底前正式在台湾上市 而福特六合也会在10月下旬的品牌宣传活动中 抢先让Mondell和台湾车迷见面 更多的新车资讯 U-Car也将持续为网友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